女童小腿一條條清楚的傷疤 全都發紅發紫 稚嫩的手掌上也有一大塊燙傷痕跡 女童痛苦的患藥 因為手腳二度灼傷 幾乎無法動彈 看到寶貝女兒受傷 讓媽媽真的好心疼 而原因竟然是因為公園的遊樂設施 實際回到事發的新北市方舟公園 可以看到這個遊樂設施 目前已經鋪上人工草皮 但是在還沒有鋪之前 其實都是一大片不鏽鋼 只要天氣一熱 就有可能發生燙傷意外 這邊一歲四個月大的女童 23號早上和媽媽 一起到方舟公園的 轉盤遊樂設施完 沒想到因為當天氣溫直逼30度 小朋友一不小心跌倒 導致右手掌和右小腿 嚴重灼傷 我們那個鐵板上 一個人質型的止滑鐵板的話 它的小腿上面 很明顯的灼傷的痕跡 應該是baby有坐在上面 跌倒比較麻煩 因為那個真的太陽照真的很燙 所以我盡量都不要穿長褲 幫助公園一百零九年啟用 局長強調遊樂設施都有符合規定 旁邊告示牌也都有標示 二到六歲才能使用 只是轉盤遊具如今隔熱設施出問題 連旋轉的速度都被質疑有點太快 小朋友開心到公園玩卻哭著受傷回家 除了相關單位要加強防護措施 家長也要注意孩子的狀況 以免心肝寶貝傷痕累累 旁邊告示牌也會被報到 我是吳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加入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專業的主播群說新聞給你聽